资金回王以人为版 1月6日飞龙哥付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涨停板高度 今天市场最高的是五版的一个农业的一个大本农 关于这个股票呢 想和大家说一个相关的一个细节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他二版的也就是说二版 第二版的时候是一个一字版 当时一字版的一个分单呢 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20万手 之后的情况下 三版的一字版的一个分单呢 大概是50万手 四版的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100万手 然后今天五版的一个集合金价 9点15分的一个分单 是238万手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整体的一个分单呢 是越来越大的 资金抢筹越来越明显 他作为整个板块的一个龙头呢 相关的一个联农作用带动之下 其他的后续的一个机会呢 熄火肯定是一十万会儿熄火不了的 但是他主要的一个机会还是这么 他的一个主要机会 还是说在前排的一个火口 但是我个人感觉农业这个板块呢 从上周五的一个高潮到今天呢 应该不是一个整体硬的一个机会了 第二个和大家说的是一个什么 三版的一个什么 三版的一个新能源 以及特斯拉这个板块 那么目前特斯拉这个产业链 目前整体在国内的一个什么 在国内的一个国产化率 大概是30%左右 那么等到今年 也就是说2020年年中的时候 大概是70%左右 等到年底的时候呢 百分之百的一个国产化 那么这就带来了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机会 周末券商的一个电话会议 下开始直接什么 三个一字板都开出来了 整个板块的一个什么 整个板块的一个主线 应该是涨停了整个手板 加上整体的其他 应该有20多家嘛 所以说是今天最强的一个主线 那么我个人感觉 新能源以及相关的一个特斯拉 这个炒作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行业性的一个机会 不会反复炒作 所以说这个板块呢 可以多关注一下 因为它的炒作的时间 以及相关的一个周期呢 要比一般的这种 有资的概念性炒作呢 要强很多 第三个和大家说的板块呢 是网红经济这个板块 这个板块其实说 单纯聊这个板块 这个板块的一个机会 可能说最早还是什么 星期六从底部起来 应该是有三倍的一个涨幅 那么他其他的个股呢 存在一个补涨的一个机会 但是既然是补涨 可能说补涨就有相关的 一个天方板 他不可能达到星期六 这个高度 这种情况下做什么 做首板 以及相关的一个一进二呢 可能是说 对于这种龙头起来 之后打高度带动的 这种补涨性行情呢 可能说性价比呢 更高一些 那么二板主要和大家 看到一个板块呢 是黄金以及军工 还有石油 这三板块 你可以看成一类的哈 这主要是美宜冲突的 一个发酵 加上尤其是黄金 现物市场的一个连续大涨 包括之间和大家推荐的 之前和大家说的一个什么 黄金的一个四小龙 以及今天整体的一个 包括金融磁黄 以及融化实验的 这两个都涨停板了 所以说目前这个板块呢 可能说做一个避险 以及相关一个对冲 还有一个什么 存在很强一个预期 它的一个板块呢 也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相关的一个 涨停板的一个高度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涨停的一个 涨停相关的一个数据 涨停相关数据看两点 第一个涨停板的数量 77加 总体来说什么还是比较多的 之前行情不好的涨停板加上 也就20来家 30来家左右 现在都已经什么涨停板 数量呢 这个什么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问题是出在什么 这个涨板率有点高 35% 这说明什么 机会呢 还是比较多 但是机会的质量 以及存在的一个相关风险呢 机会的质量要低了很多 相关的一个风险呢 要大很多 那么这一块呢 再和大家说一下 整体的一个盘面感觉 我们来回顾一下 也就是说上周四 上周四板块 涨停板高潮的板块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网红经济 对不对 网红经济的板块 上周五呢 主要是什么 上周五主要是农业 对不对 今天呢 今天这个周一 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周的周一 主要是相关的一个特斯拉 以及相关的 呃相关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机会 有没有感觉到 这整个板块的一个轮动节奏呢 一天换一个板块 一天换一个板块 并且今天什么 作为今天最晚的一个特斯拉 尤其是在尾盘 只说跳水的时候 已经什么 已经呈现出相关的一个炸板超了 这说明什么 之前无论是网红 还是说农业 还能持续一天 这个特斯拉呢 可能说一天都马上有点这种够呛了 所以说这 这个角度来看的情况下 有点什么 有点情绪面的 有点这种多头衰竭的这种 感觉了 尤其是高位的 可能说风险更大一些 那么最后呢 再和大家说一下相关的一个大盘 关于大盘呢 想和大家说三点 第一点的内容是吗 第一点我们看的还是一个资金 今天互质的一个成交量是多少 创了一个新高 3312亿 那么这一块的情况下呢 也是近期和大家复盘 反复说的一个观点 大盘的一个什么 不需要太过于关注 做短片 不需要太过于关注大盘 因为这是一个资金持续进场的一个过程 这么多资金来了 肯定带来很多的这种短线资金流入的一个机会是非常多的 我们比如说对比这一段 这一段时间的一个资金量大概是什么 1300多亿 1400亿左右 那么1300亿 1400亿相较这一块资金已经吗 资金已经翻倍了 机会还能不多吗 对不对 第二点和大家看的是相关的一个什么 看的是相关护制的一个走势 尤其是尾盘这一块的一个走势 说明什么 这个走势是非常强的 资金呢 是抢着进场 今天尾盘的一个只说跳水 要是放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估计什么 估计直接跳下来 一泄千里了 对不对 但是行情比较好的时候呢 今天尾盘又给什么 尾盘又给抢起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资金认为什么 认为回调是难得的 难得的一个进场机会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短线都听说过一句话 叫全种搭台题材唱戏 对不对 目前个人感觉呢 这台子搭的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结实的 一时八时呢 也踏不了 这种情况下选择什么 选择相关的一个题材 可能说是更加什么 更加是重要一点 更加重要一些 好 以上是今天的复盘 关注古道飞龙哥 观看更多有次短线视频 那么最后说一下 准备春节给大家送的一个礼物 然后春节领取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什么 再找到相关的一个圈子 然后这里进行一个打卡 基本上1月31天 主要打卡20天 可能说就能够领取相关的一个礼物 好 以上是今天的图办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